接著來看一些簡單的問題 這個 哪個層的項 它在考你什麼? 主要考你它要 正立相等的虛項 這個主要考你正立相等的虛項 所以呢 正立相等虛項 但左右要怎樣? 相反 所以你要翻一下 左右這邊要翻過來 翻過來 翻一下 所以答案是這個 B 就直接翻過來 考試這個題目就跟蓋章一樣 蓋章結果左右相反 蓋章結果左右相反 然後呢 到底要怎麼左右相反法 會跟白的東西 會跟白髮有關 以後你會看到一些題目 會讓你給一些思考 所以呢 就是翻過來 自然 怎麼好題 這樣寫自然 請問你它會長成怎樣? 這個是平放的 不是直立的 直立的跟平放有時候會有點不太一樣 哪一個? 哪一個? 那個自然 印在那個鏡子裡面 會是哪一個像? 可愛小帥哥 小帥哥 沒有小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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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 你們有三人四嗎? 沒有啊 三人四喔 你要選誰啊? 二嗎? 你選B 二 我沒有叫你站起來說你口罩沒戴 叫你站起來說你口罩沒戴 叫你戴口罩是什麼意思啊? B 就翻過來嘛 像正立相等需要 可是你就是把它翻上去 就把它翻過來 自然的 是翻過去 就往前翻 翻過去 翻過去 所以就長這樣 所以答案選B 這在考什麼? 正立相等 然後左右相反 OK 下一個在考什麼? 考物據等於項據 我離湖面一公尺的湖心亭賞月 湖水深三公尺 月球離湖面三千八百萬公里 請問你 你的小明離那個月亮多遠? 物據會等於項據 湖面就是鏡子 物據就是三千八百萬公里 所以項離就是三千八百萬公里 那項離湖面三千八百萬公里 還離湖面一公尺 所以三千八百萬公里再加一公尺 所以答案選出 所以答案選出 就三千八百萬公里 這在考什麼? 物據等於項據 這在考物據等於項據 OK嗎? 很好 那這個也是考物據等於項 可是說法上有人一來一去 有個人 有個鏡子 有個像 動的時候可以動人 可以動鏡子 結果會稍有不同 他說 鏡子項人一零點五公尺 他問的是 人跟項的變化幾公尺? 人跟項的變化幾公尺? 他不是問項據 他是問你 物體跟項的距離 變化幾公尺? 原來一公尺 現在零點五公尺 變化零點五公尺 就這個 多少 想法也是物據等於項據 五公尺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三號 三 公尺 二 B 請坐 好 物據會等於項據 鏡子項人平於零點五公尺 表示物據少零點五 物據少零點五 項據也少多少? 零點五嘛 因為物據會等於項據 所以這個少 左邊少 右邊也要少 那各少零點五 所以喝起來少幾公尺? 喝起來少一公尺 所以答案是A OK 下一題 還是物據等於項據 他說我離禁止十公尺 我想改成我跟項 我跟項 要離五公尺 請問你 我跟項離五公尺 表示項據幾公尺? 物據會等於項據 那表示我要怎麼移動 我人要往近邊靠多少 才達到這個結果咧? 停車 戰界問 帥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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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五帥哥男 有 29 29號 你猜2.5喔 你會猜對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的耶 有個是2.5沒有錯 真的喔 就是物據是2.5 可是我要 我本來是十公尺 變成2.5 所以我要動 7.5 我跟項 乘項距等於5公尺 物據等於項距 所以我的物據只有一半 所以只有2.5公尺 我本來離禁止十公尺 現在離禁止2.5公尺 所以我要移動 7.5公尺 所以答案7.5 所以有個2.5 可是他不是你要的答案 這就是考試 我剛跟你講過了 正立相等虛項會考 左右相反會考 物據等於項距 會考 你給我記好 然後拿來用就對了 記得平面鏡的成像性質 正立相等虛項 物據等於項距 左右相反 OK OK